大家好,2024年10月9号就是一个小时前,瑞典皇家科技院宣布把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大卫贝克、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朱姆伯 以表彰他们在计算蛋白质设计和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的突破性贡献 其中贝克获得了一半奖金,哈萨比斯和朱姆伯共同分享另一半奖金 说起这个诺奖预测呀,很多人都翻车了,我也不例外啊 到目前为止呢,只有化学奖里边刚才的哈萨比斯和珍伯让我给蒙对了 那这也蒙对了可不要紧啊 我发现2024年技术类的诺贝尔奖啊,就是生物化学物理 谷歌是大赢家,七个获奖这里面啊,三个曾经在谷歌工作 你看物理奖的黑能大神呢,2023年才从谷歌辞职 而今天这两位还是在职的,你说牛逼不牛逼吧 哎,我们俩先来了解一下三位的获奖者背景 大卫贝克呀,是1962年出生在美国西雅图 1989年在加州大学伯格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那他现在呢,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贝克呢,是在蛋白质折叠和计算机辅助蛋白质设计领域呢 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德米斯·哈萨比斯啊,是1976年出生在英国伦敦 2009年呢,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是谷歌旗下Demine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哈萨比斯啊,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 在将AI应用于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那约翰·伦伯呢,是1985年出生在美国的小市城 2017年呢,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那他现在呢,是谷歌Demine公司的高级研究科学家 伦伯呢,在开发用于蛋白质预约结构预测的 AI模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这三位科学家的工作呢 就给蛋白质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沿 他们运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工具 解决了困扰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几十年的难题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主要贡献 那David Baker的主要贡献研究重点呢 是计算蛋白质设计 2003年啊,他和他的团队呢 成功设计并合成了第一个人造蛋白质 Top 7 那这个蛋白质啊,具有一种在自然界从未见过的新颖结构 那这个成就呢,就标志着人类首次能够从头设计复杂的蛋白质分子 贝克开发的Roseta软件啊,就成了蛋白质设计领域的重要工具 通过这个软件,研究人员呢,可以输入所需的蛋白质结构 然后获得可能的氨基酸序列的建议 这就给创造全新功能的蛋白质开辟了无限可能 近年来啊,贝克实验室呢,利用Roseta创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蛋白质 包括呢,可以自发链接形成纳米材料的蛋白质 也能够结合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蛋白质 可用于药物检测 第三呢,就是模仿流感病毒表面结构的纳米颗粒 可以用作疫苗 第四呢,是他们根据外部刺激改变形状的几何形状的蛋白质 再就是功能类似于分子转子的蛋白质 那这些创新呢 就给新型药物,疫苗和纳米材料 以及生物传感器的开发呢,提供了无限可能 那哈萨比斯啊,和朱姆的贡献呢 哈萨比斯啊,他和朱姆呢 他的工作集中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 从二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啊 科学家呢,一直试图从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的三位结构 但这个问题啊,一直是难以解决的 2020年开始啊 哈萨比斯和朱姆博领导的团队呢 推出了一个名为AlphaFold2的AI模型 这个模型啊,他爷爷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AlphaGo 就是那个震惊世界的 赢了世界冠军李世时的那个AI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现代人工智能社会 AlphaFold2,他的成功呢 基于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 特别是Transformer神经网络的应用 这种神经网络呢 能够高效的处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 找出复杂的模式和关系 那AlphaFold2的影响啊,是深远的 从发布以来呢,他已经被190个国家的200多万研究人员使用 通过这个AI模型呢,科学家现在可以在几分钟内预测出蛋白质的结构 而这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甚至根本就无法完成啊 AlphaFold2的应用范围是特别广泛的 比如第一,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抗生素耐药性的这个机制 那第二呢,就是预测人体内大型分子复合物的结构 那比如细胞核孔复合物 第三呢,是研究能够分解塑料的天然酶 为塑料回收啊,提供新的思路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次诺贝尔化学奖的办法呢 是恰逢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时刻 就在昨天,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也颁发给了在人工神经网络和积极学习领域 做出重大的科学家 约翰霍布菲尔德和执弗里辛顿 这两个奖励啊,就反映了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 无论是在物理学还是在化学领域 AI都展现了强大的能力 帮助啊,科学家解决长期以来难以攻克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AI在这两个领域的具体应用 那在物理学领域啊 霍布菲尔德和辛顿的开发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给现代机器学习呢,奠定了基础 那这些模型被广泛应用 在图像识别,语言翻译,自动驾驶这些领域 也给物理学研究啊,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 那在化学领域呢,阿萨比斯和珠穆博开发的AlphaFold2 直接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预测这个关键问题 这个AI模型呢,不仅大大加速了蛋白质研究的过程 还给新药开发,疾病治疗,以及生物技术创新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贝克的工作呢,这是展示了 AI如何助力科学家设计全新的分子和材料 那通过Roseta软件呢,研究人员可以创造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蛋白质 这就可以解决环境、健康和能源 这些全球性的挑战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那这两个奖项的办法呢,就标志着 AI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AI不再仅仅是一个辅助工具 而是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他正在帮助科学家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这个局限 他所全新的这种科学前沿 当然了,这也反映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交叉融合 正在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发现 这种跨学科的方法不仅加速了科学进步 还为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那当然另一个值得注意点是 这两个奖项都与谷歌DeepMind的公司有关 哈萨比斯是DeepMind公司的创始人和CEO 那朱文博是这个公司的高检优员 而新顿呢,他是谷歌大脑的首席科学谷歌 这就凸显了呢,企业研究啊 在推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上一个这么有名的企业是谁呢 IBM蓝色巨人 虽然现在已经衰退了 这也引发了关于科学举头啊 在科学研究日益增长的一种影响力 他的讨论 那现在啊,我们来看看 这些突破性的研究可能带来的一些 崭新的应用和影响 刚才是第一个就是医药物开发 通过精确的预设蛋白质结构 和设计新的蛋白质 研究人员可以更快更高效的开发新药 这可能加速包括治疗癌症 神经褪心疾病和喊肩病的这种新疗法的发现 第二个就是疫苗研究 设计模仿病毒表面的蛋白质 可以帮助开发更有效的疫苗 这对应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尤为重要 第三呢,就是环境保护了 设计出能够分解塑料和其他污染物的新型酶 可以为环境清理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第四个就是材料科学 我们倒派是吧 不说倒派了 中国设计具有特定性质的这种新型蛋白质 科学家可以创造出具有独特功能的新材料 用于电子能源存储领域 再就是生物技术 人造蛋白质可以开发新的生物传感器 生物燃料电池 这些生物技术应用 第六就是基础科学研究了 更好的理解 蛋白质极构和功能 将推动生物学 生物化学 和分子生物学 这些领域的基础研究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亨顿教授的时候 说他是前谷歌大脑的首席科学顾问 没错 深度学习之后 杰弗利·亨顿的2023年 从谷歌辞职了 原因是令人震惊的 他感到害怕了 亨顿表示 他为自己开创了AI领域感到担忧 这种感觉和发明原子弹的科学家是非常相似的 这个世界就凸显了 AI技术发展带来的这种深刻的伦理困境 就像原子能技术一样 AI既有造福人类的巨大潜力 也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 那新顿的担忧啊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些IT大师写的书 从开始到放弃 是吧 他提醒我们呢 作为这项革命技术的这个开创者和使用者 我们必须深思啊 它的潜在影响 那这种担忧呢 也发生在其他的方面 最典型的就是技术失控 随着AI变得越来越先进 我们如何确保它始终在人类的控制之下呢 比如军事应用 AI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啊 可能导致新的全别竞赛 这个核武器的发展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社会影响 AI可能带来大规模的就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改变 这就需要我们位于筹谋啊 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 再一个就是认知影响 那随着AI变得越来越普遍 它可能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过程 这种影响啊 需要深入的研究 另外就是科研伦理了 这种本次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们的工作所提示的那样啊 AI在科研中的诱用广泛 我们需要建立新的伦理框架 来指导这些研究 总的来说呢 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学奖的颁发呀 标志着人类真正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 不仅仅是在化学和生物学领域 也在我们普通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他们啊 从解决疾病治疗到环境保护到监控社会 这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战 开辟了新的途径和作恶的可能 当然了 我们也需要谨慎和负责任的发展和使用这些强大的技术 我们需要在推动科学进步的同时呢 认真的考虑伦理隐私和公平这些重要问题 那我们啊 必须还是以开放谨慎 有充满希望的态度的 迎接AI驱动的科学研究新时代 从今天开始啊 这个时代 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界限 正在逐渐的模糊 跨学科的合作 正在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发现 这些突破呀 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理解和改造世界的方式 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 但愿如此吧 谢谢大家收看 再会